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大家早我是张宛如 现在时间早真的7点39分25秒了 我们在接下来 德先生这么说这个单元 来给您探讨一下 这个呼吸清新的空气 新鲜的空气对人们来讲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但是位在彰化市的市民们 他们却长袭必须要忍耐 在市区里面就有一个燃煤发电厂 怎么办呢 对啊 所以我们看到在9月18号 彰化市发动了 可以说是在这个地方 最大型的一场游行行动 有3000人走上街头 他们要求要关闭 彰化市区的燃煤发电厂 而这家公司就是台塑集团的台湾化学纤维公司 彰化厂 而且这个彰化厂的深煤许可证 即将在28号就要到齐了 所以当地民众的声音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在政府是不是继续核发许可证的当下 除了专业的科学评估之外 也要听听民众的心声 是 接下来我们要为您来连线 台湾健康空气行动联盟的理事长 叶光鹏 叶理事长 来聊聊这次他们的诉求是什么 理事长您早 早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早 医师我们看到 在整个抗争的行动当中 除了游行也有万人的连数行动 甚至我还看到很多穿着白袍的衣食 就站在抗争的当下 所以我觉得蛮特别的是 为什么这么多医师站出来 要反对空气污染 你们的一个想法是什么呢 我想从健康的立场 那最好就是减少疾病的发生 而不是只在后端在治疗 所以我们大部分的医师 大部分都是脏化在地的医师为主 那我看这一次有张机的医师 也有秀传的医师 还有很多在张机开业的 中型大型小型医院 大概都走出来了 所以我这一次看到 大概连家属 大概医师家属 大概差不多就百人以上了 所以我们这几年 大概从国防水化以后 我们就非常关心这个议题 那因为从健康的角度 它不是只有生病而已 它还会耗损可能我们的工作 可能会让我们请假 可能会让学生没有办法去上课 那可能不止健康而已 它可能真的是也影响台湾的经济发展 影响台湾的GDP 所以它是多重的 所以我们不是只关心健康议题而已 我甚至想 它跟国家的建筑力 是完全有很大的关系 是 您刚刚提到了 就是特别提到 就是说它会影响到健康 但是也会影响到这个所谓的经济发展 对不对 对 那这两个议题也许是相互焊割的 尤其是冲突的 那当中怎么去求取平衡点 就是你们的这个最重要的目的吧 我想对 我想其实以前大概没有注意到空气污染这方面 那其实新的仪器 新的设备 它都有很多很好的可以减少空气污染 所以我们看最近世界银行 它就宣称 在中国的空气污染 让中国耗损10%的GDP 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很大的事情 耗损10%的GDP 那另外有报告说 中国的空污 40%来自燃美电厂 那我们可以想 燃美电厂在中国 的确是影响GDP的 那我们台湾 燃美是占台湾 也是很大的大概10成左右 那台湾这么小 那台湾竟然有全世界最脏的 燃美电厂就在台湾 就在台中火力发电厂 那第二个 还有麦了火力发电厂 那彰化市 彰化县本身就有台湾 燃美火力发电厂 所以整个中部 有全球 全球 最大的火力发电厂 燃美火力发电厂 麦了 有的是说 它是全球第五大 有的是说第六大 有的是说第八大 不管怎样 在中部 小小中部 台中市 云林 彰化 都有这么大的燃美电厂 那对中部人 为何是很大的 对 我刚听起来觉得蛮可怕的 这么多的火力发电 都在中部地区 那中部 特别我们在这次看到的 彰化市的抗争 它的一个发电区 又在市区里面 市区可以盖 这样子的发电厂吗 可以有这种烧煤的状况吗 这彰化人每天呼吸的是什么样的空气 非常可惜的 就是说 毒 燃美 是所有的 我们这次游行就说 燃美是万毒之手 万毒 它不只产生PM2.5 它还产生代曜性 还有很多重金属 像针 拱 所以我们大气中的拱 大概在美国 它就有一半是 一半的拱 大气中的拱 是燃美产生的 62%的大气中的深 是燃美产生的 所以 我们彰化 台化 它还是用 比较劣质的煤 比较劣质的煤 它跟它当初 环凭承诺的 还比它 还做不到它当初 环凭承诺的 比它劣质的煤 那又在市中心 全台湾 有一些燃美电厂 像台中火力发电厂 它是在靠近海边 麦寮也是靠近海边 像 麦寮 最近 因为许错国小 它引起全台湾的注意 但是 整个六清 它化五公里 大概只有三间国小 但是 如果我们以台化为中心 化五公里 五公里的半径的话 那 整个 涵盖的范围有 88间 国中小 学校 这么密集 88间 影响 五万六千名 所以 许错国小只有62名 那影响它的深远 而且我们彰化 又有八卦山 彰化是最 好的一所 小学之一 就是中山国小 它就在八卦山下 所以 台化的烟囱 又低 它不高 台中火力外电 台200多公尺 那我们彰化台化厂 只有60公尺 所以它产生出来的 空气污染 第一个 空气污染是制造 本身是一个污染 第二个 扩散也很重要 如果你越高 它可以扩散得比较远 比较 它 对 对 那我们彰化的 又挡格在那里 所以 相对的台化产生污染 第一个 直接说话 当然是彰化 是中心 对 我就看到游行现场 有一个高中生 他就说 他的学校就在 这个范围之内 他每天呼吸到的 都是有味道的空气 而且每天也可以看到 这个烟囱 所排放出来的 这个烟 但是 我们必须还是用科学来说话 这样子的烟 对健康 到底是不是有一个 直接的影响性呢 所以 我们看 纽约大学最新的报告 就是说你对心脏 及血管疾病的危害 同样PM2.5它是不一样的 南北产生的PM2.5 是一般PM2.5的五倍危害 五倍 那南北电厂又比 都市那里面车子跑来跑去 又比它危险 所以交通引起的PM2.5 已经很危害了 像伦敦 1983年早就是 五美伦敦了 五美哦 所以 他的市民 他受健康的危害 是没以外的空气污染 但是像伦敦 1983年 33年到今年 已经没有没的 他还是因为受交通污染 每年大概会死了 早死 早死一万人 800多万人口每年 因为空气污染 早死 所以在伦敦 今年的伦敦市场选举 他也是变成一个 很重要的议题 那我们像彰化石台话 不是只有交通污染 因为中山路本身就有 交通很大的流量 对 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要道 对 中贯公路全部从这里 所以除了交通引起的污染以外 还有一个这么低矮 老旧的燃煤电厂 又买劣质的煤 所以对彰化人的健康 我看应该是很大的 昨天廖永博教授 他也呈现他的地图 就是整个彰化市区 比附近周遭的乡镇 他的癌症地图 他是明显高出附近的 那整个彰化县 西海岸 还有云林 整个他的癌症地图 在全台湾市 都是比较高的 所以彰化市比全台湾是高出许多 可是我们也看到彰化县长 魏明谷也特别说 政府预计要推动 五眉彰化县 而且从五眉彰化市开始做起 先从小地方彰化市开始做起 这可以做得到吗 理事长你怎么样来期待 对于这个县长做出这个 我非常肯定 那因为在你同样的煤 你放在郊区 放在偏冷地区 放在扩散比较容易的海外 那可能影响伤害 是有比较少 所以彰化市 你人口这么密集的地方 整个化进来 全部张机 秀船全部都进来了 这样你如果把煤 没有煤 是绝对有必要的 第二点 做得到吗 绝对做得到 因为像我们这一次主要诉许 是台化的燃煤电厂 因为台化燃煤电厂 占台化整个彰化厂的员工 大概只有十分之一而已 所以你减掉这个 它影响对这些其他的台化员工的 影响是非常小的 但是产生的效果是非常大的 那彰化是全台湾 风力发电厂 是占百分之一 全台湾的风厂 百分之一就在彰化 那第二点 彰化县也定了自治条例 那从8月22号 已经送到中央了 已经送到中央了 今天已经9月20号了 已经超过一个月18天了 那我知道 环保署都一直没有这个回应 理论上我们上个礼拜 听彰化县的法务处长说 如果送到环保署 它没有提出什么要改还是怎样的话 就是四桶一个月 就是四桶已经宣布 就是等于它四桶通过了 那如果这个条例真的通过的话 我们就可以预期彰化县 因为它的定数是零减出重金属 零减出代奥性 如果真的是通过的话 那我们可以预期两年以后 它有一个缓冲期 它过了在彰化县 过了以后 回到彰化县里面 在2018年 它就可能达到五美彰化的阶段 那彰化室呢 因为彰化室是最有必要的 所以这些彰化室 如果这一次能够停止核发 因为它影响员工的升级有限 而且台中火力发电厂就在附近 可以先从台中火力发电厂买 因为我听说台化室 我不知道它发的电 是大部分高价卖给台电 那自己 自己买台电比较低价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属实 而且它卖的电不是余电 因为七电工程理论上要是余电 就是我剩下的 结果它卖给台电自占六成 听说啦 本身试用只有四成 是 那我们看到在这次这么多彰化的民众 走上街头 希望政府能够不要再发给台化公司 声没许可证了 可是台化也回应说 其实他们的作为一直都符合法规的规定 那这样子的状况之下 彰化县的环保区这边 当然也是要依法去审查 所以怎么办呢 如果厂商这边已经在县级当中提交了资料 那县府这边是不是一定也得发新的许可证啊 我看过去我们得到的资料不一定正确 但是我在这几次跟环保区接触的当中 他们从来没有否定我的诉求 我们其中一个数据说 台化在过去15年 他所依承诺的环凭承诺 从来没有达到 从来没有达到 所以今天我们再核发给他 他任何承诺 我想大概很难让人相信他做得到 所以过去15年大概没有做到 我们怎么相信他今天在2016年的承诺 他做得到呢 过去如果从来没有做到的话 那彰化县政府地方政府 势必要开除罚单 甚至勒令挺功 对不对 过去是环保署中央在主管 那大概是今年 听说是今年 他才把个全责下放到彰化县 彰化县政府 所以听说彰化县政府有开除罚单 那过去怠惰的大概是环保署中央 我想是这个样子 可能应该是环保署 所以今天在这个立场 理论上他应该先停发 第二点 让他达到他的承诺以后 让他的确可以做到他的承诺以后 要发可能再发 我想他应该是有条件的 而且如果我们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 都已经证明空气污染 而且染美的危害那么大 而且市中心那么危害的时候 美国非常医学宣布 它是毒气 Toxic Air 我们怎么可以容许一个Toxic Air 在市中心危害20多万人的居民 所以从健康的角度 从过去他还评没有承诺 很多种种的资料 我们来显示 今天如果在928就无条件通过 还是怎样的话 那就是合法杀人 那新政府就跟过去政府就差不多了 如果真的28号会发生这样的结果 你们还有什么样的诉求 之后也还有什么样的动作 我们应该会有一波 一波会有更大动作 918那天的游行 其实那些学生 是他们自己要做 那已经不是我们可以理解的 所以我想我们本来预期 我们只发动不到两个礼拜的时间 就有这个游行 我觉得政府不要轻视 轻忽这种民意力量 我们预期只有一千人 来了五千人 只有两个礼拜的时间 它的影响绝对比许错 国想影响更深远 所以我那天为了让那些学生 他们可以安心的离开 也可平和落幕 我当场宣布 918只是开始 绝对不是结束 为了捍卫彰化人健康 这只是开始 而且小英在去年选举的时候 到彰化来很诚恳的说 民进党劝台湾人一个公道 因为我们彰化县医疗界联盟的 理事长跟总监事都是肺癌的受难者 都是受难者 创会理事长都是肺癌 那我们如果看廖永博 昨天他的彰化室 水准应该不会生活 因为癌症有很多因素 他的生活形态也是因素之一 彰化室应该不会比周遭的 生活形态更不好 为什么彰化室 他的癌症地图是比周遭的更危险 所以为了健康 为了小英说的话 我们会继续让新政府有机会 可以保护人民 在这种条件之下 让我是觉得这一次听说 可能是李世光 听说了我不知道 可能是李世光在幕后在做 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惜 但是人民只看一个政府 他不管你是谁 只看中央地方 后来做了正确决定 对 所以理事长 我们现在是一点点时间 其实台湾健康空气行动联盟 也是有非常多的医师组成 像您本身就是妇产科医师 也知道空气的污染 对于孕妇 对于胎儿 都会造成非常多的影响 所以在未来联盟 还有关心哪一些社会上的议题呢 哪一些地方的空气 也是我们应该注意的呢 所以我们今年4月 就关心马祖绕境 今年环保署它会有很多 马祖绕境的事 那也是因为我们引起 我们发动的 所以我们不是只有关心 这个燃煤污染 我们也关心交通污染 我们也关心刚刚说的 我们在家 也许受精神院都会伤害我们 我们在家 都会影响我们 所以我过去从五年多来 我一直在有机会演讲 我都到处演讲 我们不是关心工业污染 我们也关心移动污染 我们关心所有的 会造成我们健康危害 因为我们的 从空气中造成的危害 应该比我们的水 比我们食物引起的影响 更深远更恐怖 因为空气可能是 没有办法看到的 而且你每天都要呼吸 你水可以选择 比较干净的水源 对 这真的是很大的问题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谢谢台湾健康空气行动联盟的理事长 谢谢台湾人民 给我们的鼓励跟支持 谢谢您 我们希望新政府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 好 谢谢叶光彭医师 谢谢您